一文消息要为您介绍 被欧洲艺术电视台列为 世界八大编舞家之一的舞蹈家林立真 花了九年的时间酝酿出她的新舞作观 在这一支新作品当中 她从老鹰的角度 从一个古老的神话故事出发 对人类不知道珍惜地球环境 提出了深层的控诉 编舞家弹作在中央 手里打着鼓 低声吟唱 舞者手上捧着摇曳的烛光 时间仿佛回到了远古时代 年底林立真要推出她酝酿了 九年的新作品 观 就是要从古老的神话说起 从老鹰的视野和角度 来看大地在人类科技文明的快速发展下 一步步走向山河变色 大地流泪的宿命 就是用一个神话 老鹰的神话 来跟那个神秘的古老的灵魂的河流 做一个结合 就像我们人类可能也发过 是要照顾这个河流 但我们有没有照顾 林立真的舞作向来被欧洲舞台 视为是原创性相当高 每一支舞都酝酿了将近十年之久 从自台湾历史中 张全泄斗发响而来的教 再到凄美动人 诉说着生命轮回的花神迹 不只视觉美学丰富 还蕴含着深厚的仪式性和哲学性 教跟是人鬼的关系 让到人神 然后我最后把它归到人 回到人里面 那人里面就是回到更深层的内在的空间里面 这出新舞作邀请到奥斯卡最佳美术设计叶景天 为舞者打造服装造型 通诗叶柔和了部分中国西南的苗族服装元素 是灵力争天地人塞布曲的完结篇 故事描述着神秘国度里的古老人类 宣誓着世世代代都要照顾河流 但河流却变了色 古老预言碰上了八八水灾 宛如就是警示城中一般 留给观众无限行思 记者苏老庄志诚台北报导 未经早年 优优独播剧场 After Everything